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虑过不如不要谈论 太迟了 但我看回阿里夫波纜馆 其实一直都有谈论大铁人的玩具 这个超合金如果出了这款玩具 我都不谈论的话 好像有点失色 好像说漏了很重要的一件玩具 没关系 都谈论了 其实我有点不舒服 不声有点沙沙的 大家不要介意 打开了 但第一个感觉是 这盒很轻的 感觉上 好像一盒SHF那种感觉 轻飘飘 但盒子的设计也挺漂亮的 这个设计也不错 这盒是七合金云 旁边有背部 这边有正面 就这样看照片 我都觉得它应该做得挺漂亮的 这个形态上面 后面有些照片 就是拍照大铁人17号 这个也是Bandai则入金云 打开来看看 这款玩具 它用云梭限定的形式推出 可能数量也比较少 因为我这几天在街上 看到的数量也不错 真的很多 所以这款玩具 的价格 外面是什么环境 我就不知道 但我用了790元 就是行版的 大家看看标签也看到 不知道质素如何 希望可以 没有了 一个吸索 这样 看上去 它的颜色方面 是干干净净的 跟Action Toys那款 有些不同 Action Toys那款 我也会拿出来 做一个对比 但感觉上 这款的Bandai则入金云 就这样看 就好像比较小 因为它的大铁人 也是比Action Toys那款 所以 很轻 拿上手 可能金属成份也不是太多 如果这样就 看看 整款玩具 放在大家眼前 就这样转个圈 给大家看 这个 虽然它整个银色 但拿上手玩的时候 感觉是很胶 因为它很轻 就这样看 就这样看哪里是金属 金属的感觉 这些位置 这些好像是金属 但是又好像不是 这些脚掌是金属 可以很肯定 这些是胶 这些都是胶 这些位置都是胶 它真的十分之省了 没有什么金属的成份 似乎 少得可怜 外形就看上去 就比较瘦 一点 没有了大铁人的那种 很灰吾的身体那种感觉 这些位置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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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也可以移动 或者是这样快一点 先讲一下可动 这个位置 咦!它挺有趣的 这个位置这样去做一个可动 它就很受 上面这两个东西阻挡 如果这样 果然是 它的可动是一样的 现在这样看 初步这样看 这些位置就不能移动 这些手可以移动 应该也 现在我移动 它就会移动 这样 身体可不可以移动 这个上面这一节可以移动 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也可以移动 但是移动的时候 你也会感觉到 它真的有很胶 那种感觉 好了 头部 头部 可以这样两边转动 其实我真的完全没有看过 说明书那些 就这样看 头部可不可以拉起一点点 我都不知道 但它就这样两边有点移动 这样可以转动 另外这样可以转动 头部 看上去 就 做得好像有些很简单的感觉 甚至乎可以用简流来形容 这个 前面这里可以打开 这些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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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枝枝突出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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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一些 像机械那样的纹炉 这样 放前一点给大家看 这些炮 气势已经很一样 就是这一枝18号 脚 旁边的 可以这样移动 这枝好像有点点 顶着 这枝已经是最大的幅度 暂时被知它还有没有 一些移动 身身缩缩的地方 所以 暂时是这样 可动这些范围的脚就像一般 好 看看它的脚 脚向后屈 应该不错 挺好 其实它这个应该可以摘得很远 我猜它 但是 就刚刚被脚顶着了 试试动一下脚 看看它可不可以再摘一点 就有点顶着了 但是屈曲的角度也是不错的 这个 这个 有很大的幅度 这个 这样 它就不会有像Action Toys那样 就是有一些 很难屈曲的关节 这个它就是做得比较上 这一节都可以移动 它都很紧的 关节都算是紧的 不会说是鬆脚脚的 而且屈曲的时候 就是屈折的时候 也是很容易去做到的 这样 这个就是脚可以这样 两边摆 脚掌 这样 向前 有那么多 这个可以前后地移动 基本上它的可动 我觉得 看来 脚比手更好 但手的可动 手跟位置 就好像不太行 就这样 就这样 90度也做不到 好像 真的有点失色 或者稍后我会看看说明书 看看是否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 它的可动 其实都已经说了 好了 转头回来 我把Action Toys拿出来 跟它比对比对 我们转头回来再看 好了 两款大铁人18号 左手边的是Action Toys 大铁人18号 右手边是Bandai 大家可以看到 Action Toys的头 是高一个人头 高一个人头 真的比较大 身体也比较庞大 闯一点 Action Toys的大铁人18号 重量是重很多 跟Bandai这个 真的不能比较 起码重量2-3倍 金属的感觉 如果大家喜欢超合金的感觉 金属 这一款Action Toys 这次就赢了 我仍然记得 这一款Action Toys 初初出的时候 断手断脚 有些人说 评价拍摄是一样的 直到现在 也不是太多人追捧 但现在大家看看Bandai 如果是这一款 可能会很喜欢Action Toys 这一款 因为它的质感 是很好 很重手 重量感很足 再加上 有时这些位置 它是上了一些 有些旧化色 金属感是更加强的 比起Bandai 这一款 我觉得它好像是 S-HF那种感觉 整款就飘飘飘 但是先补充一点 刚才有一些东西 是说得不太清楚 就是要说回 首先是它的关节可动 它的手是可以拉长一折的 即这个位置 就可以拉下一点 有一个上臂的位置 就可以拉下一点 拉下一点之后 它的手的幅度会更好 可以拉高一点 就是90度以上 这个 这边我也是拉出来的 这样 可以摘高一点 这个是第一样 另外 它的脚的位置 都可以拉下一点 拉多一级出来 拉了之后 它这个位置 就可以抬高一点 另外 后面这个位置 可以拉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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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也算是挺好 它的脚是做得不错的 可动幅度 做得挺好的 好了 那就是 再做一块 但是它这些位置是胶 玩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怕它会很脆 很单薄 这样 这一款Action Toys的18号 它的厚重感 做得比较好一点 手和脚都比较粗 做得比较大 比较大 配合一套器 但大地人18号 是比较肥肥 比较粗 比较粗 而Banda 我感觉上 它做得不够神似 它的脚 比较好 很滥瘦 你可以说它很消洒 也可以 但我认为 它和电影中 看到18号 没有那么消洒 应该是比较笨重一点 Action Toys的18号 这方面 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另外 也说回 腰部的两边有少少 可以側 少少 不是多 后面 和它加上这个 液 两个可以比对 它是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而 Action Toys 这个位置 就比较低一点 这位置 您可以看到 或者看看 Action Toys 有构化和没有构化的分别 你看到 它的头部 后面 看到 有一些 真的好像 那些 我觉得有少少像 那些 沙煲鱼餐 用舊了 那些 这样的感觉 它是掃了一些 舊块 在上面 这个表达得挺好的 那个金属 舊的 舊金属的感觉 Bandai 我没有了 令纳纳 这样 它的做法 真的 对它来说 没有好处 因为它这样 是交上加交 那种感觉很交 但是 本来也想赚一赚 因为今次 Bandai 这部 大帝人18号 以航空版来说 QC 还算是做得不错 在本体上 颜色的 就 没有太大问题 没说 銀色会上了一角 那 算是越败干了 我都收货 但是, 看看它的部分 這個, 它的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些銀色 是一塊塊的 你現在就這樣看也看到 其實它是上色不均勻 這些位置也有 一塊塊的 你看到嗎? 你看到有一塊, 這裡是深色的 這樣就... 拍得很一般 其實這些銀色也不是很難去做好 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 它的部分有這個長一點 即是那隻飛翼伸出來 另外, 還有一對 打開手的手掌 另外, 有一個 就是套在大鐵人的頭頂上面 這個 經激官面 這個 就是這個 這樣 是這麼多 它的拍市真的少得可憐 其實, 也是 給人一種很強的感覺 就是這個 運輸限定 你買開17號 就想買開18號 放在一起 它也想到你會買 但是, 那個誠意 認真一般 這個 這個 Action Toys 比較好一點 因為, 除了這隻 好像高達一點 手指的手掌之外 另外, 它也一樣有 一條蟲的手指 如果大家想看回這隻的話 可以看回我 其中一段影片 都是專門說這隻 Action Toys 的18號 這樣 比對方面 都不做太多 因為, 其實它的關節分別都很大 這些安排 Action Toys 現在 你看回後面有很多螺絲位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這隻腳 看看它的屈折度 可以嗎 這隻腳 沒有Bandai 這隻腳做得太好 屈曲度 只有這麼多 都挺緊 現在這些都覺得 它的關節都挺緊 Action Toys 這隻 很簡單 比對一下 這個尺寸 我還是會喜歡Action Toys 比較多 這次Action Toys 這隻18號 就贏了Bandai這隻 好 稍後回來 我把Bandai 的大地人17號 拿出來 可以給分 稍後回來再看 Bandai 的大地人17號 左手邊 右手邊18號 這次介紹的 就是 18號內附送了一個這樣的部分 這個就是 放上去之後 就可以控制了這個大地人17號 這樣 這樣 就這樣擠下去 應該這樣 沒錯 沒錯 這個 這個 就 給你一個 跟大鐵人17號 動雅 這樣 但其實 就不夠Wheel Swoop 做得好 這個 一般 這個 大致上是這樣 好了 現在再給分 再給分 之前也要說 其實它那個盒 就這樣拍在一起 兩個大鐵人向著不同的方向 其實都不錯 不過就是大鐵人17號 這個盒 是大過少少的 厚 正面 這個長闊 就是一樣 但是這個厚度 是差一點的 這個 18號的盒子是薄一點的 這個是薄一點的 這個是厚 薄一點的 就 放在一起 搭配一對 也挺漂亮的 這樣 好了 可以給分 好了 先放回正面 好 在沿著神髓的方面 我覺得 這隻大鐵人18號 它的感覺上 那種厚重感 不夠 那個做得比較燒傷一點 手腳做得比較幼 那些手腳就更加長 演得更加瘦 那樣的感覺 所以 頭身和手腳的比例 其實做得很一般 不是那麼突出到大鐵人的感覺 就是它在劇中的感覺 有些失色的 但是基本上 它的特徵當然是齊 譬如這些胸口的設計 很特別的頭型 另外 顏色方面 我覺得它做得比較單調 這個 一種很普通的銀色 而且 膠感比較重 所以做得一般 所以在沿著神髓方面 我比這隻大鐵人18號 是7分 風格特色方面 那方面 它的拍攝太少了 玩法不夠多 另外 你會很容易把它和17號比較 比較 這隻大鐵人18號 就比較 一些技術比較多 譬如它有燈效 聲效 亦都可以變形 但是 18號 就比較 是做得 沒有那麼多技術 一般 玩法不太多 很單調 整隻的感覺很寡 在風格特色方面 我比它 都是7分 最後 物料的耐久性方面 這個 沒有什麼大問題 全部是膠 沒有什麼金屬 你當作是一隻 一隻膠的玩具 好像SHF那些 看袋都可以 金屬位比較少 所以 拍攝也是很少 QC 一般 所以 在這方面 我都扣 它 是2分 物料的耐久性方面 我給它 8分 3個分 加上 這隻Figure 是值22分 好 這集的阿里夫博覽館 有過一段落 下一次有好玩的玩具 再和大家玩過 再和大家聊過 就到此為止 拜拜